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就在不少人还担心半导体产业因为消费电子颓势而继续过冬 不过,AI的火爆带来了扭转局面的力量 随着全球顶级晶圆代工巨头台机电 今年首季的业绩公布,可以说是超预期的 不仅对于台积电本身,更是对人工智慧,AI和整个半导体产业 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讯号 台积电第一季度合并营收5086.3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3.6%,环比下滑18.7% 但不及预期6360亿元新台币 台积电连续第二个季度销售低于预期 净利润2069.9亿新台币,同比增长2.1%,环比下滑30% 同时,一季度的毛利率56.3%,净利润率40.7%,环比去年第四季度的毛利率62.2% 净利润率47.3%都有了明显下滑 一季度,业绩下滑最多的是手机板块业务 高效能运算HPC虽然在一季度被砍了些单 但其实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同比也有增长 可以明显观察到,这两大业务正在此消彼长 不过,其中关键是这个对立趋势的局面,其实再好转 尤其是高效能运算新增订单的亮点 比如近日传闻称,苹果新款MacBook Air iPad Air与Pro所搭载的M3晶片 预计将采用台积电的N3E工艺制造 另外,更大的亮点在于 AI大爆发带来的增量预期 再逐渐变成现实 无论是马斯克在大力偷偷买GPU训练AI 还是全球大量企业全力以赴AI产业 如传言微软准备自己造晶片 都很能说明AI晶片的需求在升温 在3月有报道称 辉达给予台积电A100和H100GPU的代工订单再增加 为中国市场特别设计的A800系列GPU的代工订单也再增加 总的来看 如果从近两个季度业绩来看 因为砍单和据库存压力等原因 确实环比出现大幅下滑严重 让人深切感受到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出现大幅度萎缩的含义 但是看趋势绝对不能单一两个季度去看 去年下半年台积电的增长很迅猛 导致了高基数也是一个方面 如果用同比 尤其是从几年周期的趋势看 台积电的业绩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 台积电手机的先进制程营收在加速放大 5奈米 7奈米分别占31%及20% 台积电这次表示 看到未来多年对N3节点的强劲需求 N2制程节点有望在2025年实现量产 客户的性质很高 说明未来的业绩增量会更多 而且N2系列如果能在两年后量产 意味着其中很大的资本投入可以减少 并转而等待回报兑现 此前台积电预计至少到2025年 HPC都将是公司最强劲的增长主引擎 从而带动公司持续增长 这些积极的趋势是很值得期待的 此外台积电还透露了几个很重磅的内容 首先之前台积电股价承压 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之前去美国建厂 投入从120亿美金超预算达到400亿 这导致了市场都在质疑台积电 做了超级冤大头 不过台积电还有机会申请应得的补贴 直接补贴加上贷款和贷款保证 支持金额最高可达总投资金的35% 虽然到时候可能到手的不会太多 但起码算是一个利好 其次打算扩大在南京工厂28奈米的产能 台积电已获得美国一年许可用于南京工厂生产28奈米和16奈米制成的产品 如果这次再顺便把时间谈长点 然后能顺利扩产 那对台积电来说 这个产能无疑会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赚钱利器 并外对二季度的业绩猜测 预计第二季度销售额为152亿美元至160亿美元 毛利率介于52%至54% 两个业绩数据都取平均值 确实是比一季度继续小幅下滑 但这个下滑幅度在大幅收缩 再加上台积电明确说了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的业绩会好很多 那么很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二季度的业绩很可能会是年内 以及明年之后的低点 也就是说拐点可能不远了 所以别看现在消费电子下滑速度吓人 其中有前两年高基数的原因 而且远距办公降温与全球动荡 确实带来很多负面消费压力 要知道 苹果今年除了正常的新手机 新电脑和CAR实镜等新产品 对台积电来说 这一块业务能稳住局面 就是大赢 而且还可能会有HPC方面的超预期 不少分析师认为 这轮半导体的库存周期 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见底 下半年则进入周期回升阶段 台积电这次法说会表述 也佐证了这个观点 展望第二季度 去库存仍然是主要的事项 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其他半导体企业 都如此 整体经营数据上未必好看 晶圆代工行业是典型的巨头垄断性行业 尤其是最先进的制程 全球的竞争基本只剩下台积电和三星两家 而台积电2奈米制程预计2025年量产 相对三星依然有大幅的领先优势 优质的基本面也是他一直以来竞争对手难以逾越的呼城河 但不管如何 下半年开始进入周期反转期是大概率的 除了去库存周期 另一个因素是新的产品周期 短期看 AI商用化正一步步加快 算力是商业化进程中最需要优先解决的瓶颈 中长期看 AI产业的整体市场空间十倍于行动互联网 且正处于早期的高速增长期 未来需求还将持续放大 台积电等企业都会持续从这场技术革命中源源不断地收获新需求 对于台积电而言 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好处还有一个 就是对于盈利能力持续提升的可能性 因为AI晶片属于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类 对于先进制程的需求也比较大 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台积电的毛利率水平 而且可以巩固并加大其竞争优势 尽管市场传出挥达AMD的AI晶片订单没有预期中强劲的报道 但AI所带来的巨大业务增量一定是确定的 可能在3月还没有形成订单需求 但不代表现在和接下来不会有 半导体作为典型的周期行业 周期底部进场 顶部离场 早已经是共识 现在的台积电乃至半导体行业 虽然较去年低位上涨了不少 但整体上看还没有回到去年的高点 其实已经说明起 已经被消费电子寒冬和经济担忧预期束缚住了 好在新的变化已经逐渐来临 人们并不需要过多担忧台积电的经营状况 反而应该在第二季这个周期底部阶段 寻找更多的进场时机 尽管没有人可能做到抓到真正的底部 但只要能知道底部大概位置就已经赢了 要知道机会转瞬即逝 伴随着库存周期即将进入反转 叠加新产品周期开启 台积电乃至整个半导体行业 正迎来新的增长周期 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传统消费电子也出现需求疲软 短期上会对半导体行业造成的影响 但并不会改变半导体周期向上的大趋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